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大家好 我是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邓忠文 首先向大家说一声抱歉 因为工作冲突 很遗憾不能到大会现场进行本次报告 那么我今天的报告题目是 深空探测卫星编队精密测量技术研究 我的报告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包括密音计划对分布式平台测控需求分析 国内外星编精密测距主要的研究进展 分布式平台的测量与控制挑战 分布式平台精密测量工作的进展 首先我对研究背景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本研究是在密音计划这一大背景下提出并开展的 密音计划是以探索西外类地行星为目标的一项 前瞻大科学计划 该计划拟采用分布式望远镜阵列的空间编队构型 在中红外波段进行合成孔径光干射成像 以实现高空间分辨率成像和光谱观测 那么在此之前 欧洲航天局所提出的达尔文计划 以及NASA所提出的TPF计划 也都拟采用这种分布式望远镜阵列 进行西外行星探索 然而这两项计划都因为种种原因 目前都已经终止 这也恰恰说明了密音计划的提出 所具有的前瞻性 引领性 挑战性和复杂性 密音计划涉及的相关研究领域 可分为以下五大研究领域 那么我们团队目前主要是面向 卫星编队高精度测量与控制领域开展工作 接下来我们对密音计划 对分布式平台测控需求 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 那么为了保证行星信号不被噪声淹没 我们要求恒星和行星的光尘差变化 不得超过2%的波长 相应的分别要求在单次干涉测量过程中 基线长度变化不超过一个厘米 指向稳定度不超过10个角秒 这一指标是在考虑 载荷上能进行厘米级的光尘延是补偿而确定的 此外姿态稳定度不超过一个角秒 那么具体到卫星平台 位置姿态指向等控制指标 以及对应的测量指标 比如说位置测量精度要优于一个毫米 测距精度要优于10个微米 速度测量精度要优于每秒一个微米 姿态测量精度要达到亚角秒 那么指向测量精度也要达到角秒级 我本人当前的工作主要就是聚焦在 星间高精度距离测量的研究上 那么接下来就我再介绍一下 这个星间激光测距的国内外研究进展 那么总体上看呢 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 高精度星间测距技术路线 都是从高频射频向光波段发展 当然由于不同的测量技术路线 通常存在这个优势互补的情况 高精度的星间测距的完整方案 通常是由多个不同极致的测距方案 组合而成 因此随着微信编队测量任务 对这个星间测距的要求越来越高 那么高精度星间测距的时间方案 也越来越复杂 那么接下来我就一些具有代表性的 这个微信编队计划 对其中的这个星间测距机制和指标 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和梳理 那么在2007年和2010年 德国航天局发射的用于地球测距的双进编队 那么利用GPS尾距结合双频载波向位观测法 其定轨进度达到了20厘米 那么在2007年 由NASA和德国航天局合作的 用于测量地球中立场变化的 这个GRACE卫星编队 采用KKA波段进行星间测距 那么实现了10个微米量级的这个测距进度 那么在2018年5月 GRACE的升级计划 也就是GRACE Follow-on双星成功入归 那么其借助机关干涉测量技术 那么增量测距进度也达到了10个纳米 在2016年由欧洲航天局主导的 LISA引力波探测计划的先导计划 LISA探路者计划 同样基于激光干涉测量原理 实现了星间一个匹米的增量测距进度 那么在国内方面 北斗导航定位中的这个星间链路测量 采用KA波段进行测距 其星间测量进度优于10个厘米 而贝多导航的这个激光星间测量通信系统中 激光测距系统 是此时采用的是激光测距系统 而激光测距系统 可以达到这个 2毫米的星间决定距离测量进度 那么我国的空间引力波探测计划 天晴计划 那么最终目标是在400公里的星间距离下 实现10个纳米的增量测距进度 所以我们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结合测距手段的性能和成熟度 对当前的星间测距机制进行了一个小结 我们可以看出测距精度通常是所采用测量机制的 电磁波波长的1%到1,000分之1 那么理论上来说波长越短 那么所能达到测量精度自然也会越高 那么介绍完星间测距的国内外研究进展 我们回到民音计划分布式平台 在测量控制方面所面临的挑战问题 传统的这个双星啊 或者说三星编队 实际上它仅需要实现这个单星到单星的互相测量 而民音计划中所涉及到的这个复杂几何构性 它存在这个共面共向与共形的测量与保持需求 那么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 编队维星间的高精度测量和控制 面临了这巨大的这个挑战 那么首先是这是挑战一 也就是分布式平台的共面共形的测量与保持 如果只利用测距信息 EV测距信息进行主星和重星的位置 去求解主星和重星的位置关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会存在这个测量误差放大现象 因此需要考虑高精度共面共形测量模型的建立问题 那么挑战二 就是说空间几何构型保持中的 多星间实施同步测量问题 与现有的这个编队测量不同啊 天机干涉分布式平台测量 对近距离多星 多星间实现自主实施同步测量 它提出了更高的这个指标要求 那么挑战三 就是测量与控制偶合下的高精度几何构型测量 我们说测量模型输出航天器的位置与姿态 为控制模型提供输入 但是这个频繁施加的这个控制力啊 与运动模型它是相互偶合的 因此会反过来又会影响测量进度 那么挑战四就是说这个近距离编队的高精度保持问题 就是在分布式平台执行机构限制 以及各类空间环境的扰动 比如说太阳光压啊 空间辐射啊 空间引力场等等等等 包括它的这个协同控制问题 都使得这个高精度编队构型保持 保持它这个存在这个巨大的挑战 那么在空间大尺度的这样的一个测量背景下 针对星间测距当前所面临的这个挑战 我们提出了这个如图所示的 这样一个具有动态波数指向的 双光频率扫描激光干涉测距方案 那么这个方案的特点呢 就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通过引入光纤参考干涉仪 建立双可调节激光器 作为光源系统 以提高测距系统的精度 也就是测的准 其次呢 通过这个星间绝对测距和光束指向一体化的设计 我们实现光束指向的一个动态控制 那么这个方案它所采用的这个绝对测距体制呢 是光频扫描干涉测距 也就是也可以简称为这个FSI绝对测距机制 我们从动画中可以看出啊 这该方法的核心思想 其实是通过光频率的在石域上的一个扫描 产生石域上的可检测的这样的一个干涉条文 它本质上是一个光频率到石域的一个转换 那么当前的热点啊 比较热门的这个机关干涉绝对测距方法除了这个FSI方法以外呢 那么还有这个多波长法和这个光频书法 我们这里也对这三种方法做了一个对比 我们从测量系统的这个复杂度测距功能的可扩展线两个方面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空间纳实度的这个测量场景下 这个FSI这个相对于其他两种方法都是更具这个应用价值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方案呢 我们就采取了这样一个FSI的这样一个决定测距机制 那么接下来我们是对这个FSI测距机制啊 做一个这个基本原理做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介绍 那么左边的这个这个图呢 是就是FSI测距系统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光路实义 而右边的这个动图呢 它就是这个FSI测距系统中的这个扫屏光源的这个光频率的动态变化 与这个关键被测信息被测信号在实域上的一个关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啊 我们只要能得到这个扫屏干涉测距系统所生成的这个干涉信号的这个相位差 以及它在实域上所对应的这个光频扫描的变化范围 我们就能高精度的啊求解出这样的一个心间绝对距离 这个传统的FSI绝对测距系统在进行高精度的这个心间测量时 它依然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 那么首先呢就是系统的可调节激光器啊 就无论你采用任何的这种任何类型的这个可调节光源 它通常都存在啊光频扫描非线性 而这样的一个光频扫描非线性 它实际上是严重影响到这个绝对测距精度 绝对测距精度的 其次呢就是啊 受限于这个FSI绝对测距的一个基本原理问题嘛 它这个受到动态误差放大的影响 因此这个传统的FSI测距方法呢 它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实现这个高速的 高精度的绝对距离测量 所以说我们就是针对这个传统的FSI测距所面临的问题 我们当前阶段针对扫平非线性的一个 非线性这个问题这样解决 这样所这个 我们这个这个建立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思路 啊 这个总结下来基本就是说是 我们首先是建立FSI测距系统无差模型 既然对光频扫描非线性进行抑制 最后呢我们进行绝对测距实验的验证 首先是我们啊建立这个基于双光源的FSI测距系统的 这个无差模型 我们通过对折射率 干涉相位合成波长这三个物理量的 不确定度的数值仿真分析 我们得到了啊 我们定量的得到了这个测距系统的 合成测量不确定度 进而建立了这个在双光源啊 基于双光源的FSI测距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误差测量误差模型 并且呢我们定量描述了啊 扫屏非线性对测距精度的影响规律 那么在此基础上呢 我们受到这个压电晶体 维向建模原理的这个启发 我们是提出了基于非对称 实质API模型的光频扫描非线性建模方法 那么我们所提出的建模方法 模型精度高运算量小 并且它具有这个逆模型结构 是非常适合用于这个光频扫描非线性的早期意志 紧接着呢我们同时我们还考虑到了 这个光频扫描非线性 它存在的这样一个绿相关特性 就是它在不同的 光频扫描非线性 它在不同的这个驱动电压频率下 它实际上表现出来的这个非线性特征是不同的 因此我们进一步改进了这个非对称的API模型 我们建立了基于绿相关API的光频扫描非线性模型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光频动态监测的这个实验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在5赫兹到40赫兹的这个驱动频率范围内 通过我们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绿相关API建模方法 我们建立了这个精确的光频扫描非线性的一个维向模型 那么最后呢我们通过建立绿相关 通过所建立的这样的一个绿相关的一个扫描非线性模型呢 我们生成了对应的这个修正激光器驱动波形 我们并且将其作为可调节激光器的一个输入波形 然后进而我们就能实现呢 对光频扫描非线性的一个早期意志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测距实验 我们也有效的有效的验证了 我们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对FSI绝对测距精度的一个提高 那么由于扫屏非线性这个严重影响 干涉信号向位的提取精度 因此我们从干涉信号向位提取方法的角度出发 也提出了一种基于改进型经验模式分解 结合这个希尔伯特变换的一个相位提取算法 我们通过对非平稳干涉信号进行迭代分解和重构 改善非平稳干涉信号的新造比 提高干涉信号的相位提取精度 进而提高FSI绝对测距精度 那么同样的我们同样是通过这个绝对测距实验 也是去验证我们所提出的这个改进经验模式分解 结合希尔伯特变换的相位提取算法的这样一个有效性 我们可以从这个实验结构里也可以看出来 在两米的自由空间的这个绝对测距实验中 相较于传统的直接相位测量法 这个FSI测距系统的这个测量精度 它是从23微米提高到了2.79微米 这个测距精度有一个数量级的提升 那么最后呢我们结合以上的研究基础 我们搭建了FSI自由空间 以及光纤测距实验平台 在绝对距离测量那个实验方面 我们先后开展了2米自由空间和100米光纤绝对测距实验 那么实验现在的这个测距系统啊 目前所具备的这个测量能力是这个 在2米自由空间的测距实验中呢 它的测量精度可以达到这个2.79微米 而在100米的光纤测距实验中呢 它的测量精度就可以达到103.6微米 那么我的报告啊就到此结束了 再次向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以及大会主办方表示感谢 也欢迎大家的这个批评和指证 头唱完合筝递